現在這個Live有阮華 這個燈呢 有Michelle 有阿邦邦在這裡 我來了 歡迎你阮華 謝謝 不行這個不是假 我們不是很多東西 給粉絲 燈也有 專業 我們要介紹我們兩位主持 當然是麻利略韻 這個燈會不會太白 1點39分 真帥 李宵華 你好 謝謝李宵華 謝謝各位 尋到我們逍遙角度 真的很開心 因為我知道你們有這個節目 我們出去喝杯茶 真的很開心 很難得有機會來到多倫多 去Fairchild Radio 你知道我在溫哥華都有做節目 但是來到多倫多 真的是第一次參觀這裡 很特別 很感謝你的嘉林 也很感謝杜定豪 我們洗杜定豪這張牌 多得杜定豪 穿針引線才得到李宵華 不是的 不是的 其實是李廷 其實 有點淵源 淵源 因為為什麼呢 我剛剛來到移民的時候 就看Fairchild TV 當時李廷就已經做主持人 我就已經被他吸引了我 我覺得他很鮮民大方 哇 我們多倫多 水土這麼正 我們是土產的 對 水土為什麼會有這麼漂亮 這麼溫柔 這麼鮮民的女生 自此以後我就有看他的 就是這樣認識他 雖然沒有見過真人 但這次終於有機會見到真人 很開心 證明你很有緣分 是啊 如果你是第幾次來多倫多 我想問 其實我來過也有幾次 但每一次都很短 就是讀書的時候來過 然後之前陪我女兒開學都來過 但就只是住下廣場 就來了三天 很短的時間 看不完多倫多 所以那次我都沒有見到你 那次都沒有 因為我真的去下廣場很急 是的 還有我女兒真的要自貨 就是買床 買那些東西 就是她住宿舍的 變了很多東西要搞 那這次就 另外一次陪她過來 又是要自貨 又是準備入學 所以 原本是私人旅行來的 我記得中了你來 是私人旅行來的 是的 所以就抽了半個小時出來 對 大家做個訪問 那來多倫多 那這次會想看什麼呢 不要緊 其實多倫多 任何東西對我都很新鮮 我下廣場都去過很多次 但是 華人社區我真的沒有去過 所以一會兒我就會去看看 你很沒空 在那裡找你簽名 是的 喝上去 你想去這個馬琴區 Ritchman Hill 是的 我很想 不妨嘗試這一邊的華人食 因為經常都聽得多 就是當年的老華僑 移民到溫哥華 很多華人的食物 當中更好吃過香港 你可以來到這邊 嘗試我們這邊的華人廚 煮的食物 就是了 還有我感覺 這邊的食物 我還未親身去 但是看相片 大碟一點 價錢又 相宜一點 所以我現在很期待 我也看了影片 有沒有兩位夫婦和阮華吃了一頓飯 對 辣角餐 有些綠色的湯 還有Live Streaming 也要多謝阮華 請我們吃了Summer Delicious 很棒 你不要這麼客氣 其實Derek 我是很感謝他的 因為你知道他是地膽 他是一個地產專家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都會請教他的 關於租屋方面 事業 買過兩間 不要這樣 還有我知道阮華 這次來 除了是參觀我們 就是馬琴克 Richmond Hill Scarborough 我明天晚上 他會看我們 多倫多非常厲害的隊伍 Blue Jays Yeah 對 我代表我兒子去看 因為我兒子 在溫哥華 已經買了一頂Blue Jays的帽子 他就覺得很帥 有沒有拿過來 我沒有拿 因為他正在戴 所以他已經買了一頂帽子 如果我在這裡買一頂給他 他會很開心 你進到球場裡面 有很多不同款式的帽子 買一件Jersey給他 對 我會買Jersey 買帽子給他 所以我一定要去看 感受一下這個氣氛 我們在溫哥華 經常都很支持 我們這邊的Raptors Fu J 我看到宇華 其實這身的裝備 相當專業 想起咪咪之前 他跟唐一道地學研究 真的充風陷陣 做Live 搞一些機器的東西 甚至乎有一支燈在那裡 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的 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是一個主婦 我不是很懂電腦的 但是剛才看到你很熟手 你嫁回到電腦轉後 現在她開Live 熟到你吃生菜 不是啊 我是按不到鈕 所以我說為什麼 按不到鈕 因為不是啊 在這裏 這裏 這裏 那就可以了 你慢慢逐一學 其實我真的逐一學 其實我現在都學不完 最初為什麼你會有一個YouTube Channel 其實是這樣的 自己覺得自己 其實我都好心在香港 自己是香港人 有時候都會回到香港 但是覺得 我還有很多朋友在香港 如果我有一個頻道 就好像容易聯繫到他們 有一個條 是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還有我很想將我們 溫哥華這邊的生活 跟他們分享 一些文化 是的 特別好像購物 我看到很多片在Costco買東西 是的 因為這個都是我的生活 你有沒有聽到 特別是購物 是的 你想想多愛購物 很多吃東西的片 是的 吃東西啦 購物都是我們的生活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會有興趣 知道 譬如溫哥華好 你們多人多也好 他們都會有興趣 有物價 或者是買些什麼 比較一下價格 反正我自己都要去買菜 那倒是 不如 跟大家一起分享 分享一下 是的 還有一些朋友來到溫哥華 我想跟大家分享 好像剛剛 劉瓦麗在美國登月台 然後去了溫哥華 看我們 我就抓住她 帶她走走 Granford Island 帶她吃東西 不如開個節目 跟大家分享 即是多一個平台 是多一個平台 其實是 變了很開心的 原來發覺很多朋友都關注我們 其實 有很多朋友都很 對移民也有些興趣 那就適合了 很多粉絲霸佔著你 是的 又可能是這樣 所以就變了 有一個平台 大家可以接觸到我 是的 還有香港的 就很少去見到 例如大賣場 香港是不會有這些地方 有的 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到 嘩 那個倉庫大到 那些東西 一箱子 是比一家人 十個人吃的份量 是這麼多 我很開心見到這些 還有 我覺得有一個平台 真的可以讓大家知道 除了在這裡的生活資訊之外 還有是多了一個的 就是展示空間 就是例如 以前在電台 要說一些護膚的東西 很難說的 是的 你怎樣形容給大家聽 還有很多限制 是 牌子又不能說 這個又不能說 那怎樣說 現在就變了沒有什麼限制 變了free to talk 但是經營這個YouTube Channel 你有什麼難關要跨過去呢 你必須要很勤力的 這個是我看到你很多片 因為我覺得YouTube 你好像踩單車那樣的 你要不停去做 去做 去保持到那個流量 那個momentum 是那個momentum 變成不可以懶的 是一個習慣 絕對贊成 是的 所以這個就是你要付出的時間 所以你要做得很enjoy才行的 因為初初我完全不是一個很喜歡 社交媒體的人 其實可能你看外表 你不會 是真的 我個人比較 其實我是挺雙面的 我又可以很內向 但我又很內向 我比較喜歡在家裡 多數 變了我又電腦又不聰明 那怎麼搞呢 我又很少看的 其實我都不太看YouTube 反而我以為你是一邊看一邊看一邊看 不是的 我沒有怎樣看的 直接到我真的開始做的時候 我就開始去看了 才開始去學了 還有做了之後 發覺真的聯繫了很多朋友 是的 很開心 因為我自己覺得移民始終 真的去了一個地方很遠 時差 距離又遠 越來越覺得 好像 我很掛著朋友 還有覺得自己 那下去怎麼辦呢 那以後怎麼辦呢 那些兒子會大 那怎麼辦呢 那我自己得回自己 我又是 最多跟先生一起 但是你知道 就是兩宗室 你明白了 老夫妻 找回朋友 聊聊聊 對 我覺得我越來越跟他們疏遠 但是呢 我現在一有個頻道 很簡單 之前我也有找過 Derek 和姚妖 和我做一下節目 好像很近 我們見面 好像都不是很久沒見 其實很久沒見 其實很久沒見 我和Derek 二十幾年沒見 是二十年了 但是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是幾年前 因為 早幾年前我們有一個訪問 做了一個訪問 在網上的訪問 都不是幾年沒有幾年 是年紀而已 沒有那麼久 但是感覺就好像沒有那麼久 是 因為有這個平台 喂大哥 你的樣子又沒有變過 那你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 好像幾年了 你是不是想我說你 當天虎呢 他本身就是一個港男 他就變了俊男 現在就型男 當年 當年就是白色泳褲衩 對 贏了 剛才泳褲贏了 這個時候休息一會 之後回來再和姚妻聊天 會不會太白 會不會呢 我覺得是 是 剛才不夠時間 我教 我教得很少 夾在一起 這個 不好一點 剛才說不及了 算了 好一點 好一點 我已經盡量挨後 我剛才很白 很重要 大家都明白了 這些 你Live不到 真的 你鎖了螢幕嗎 你一定要假橫 我不知道 不要緊 我現在這樣下去 整個隊伍都上了 挺好 現在做節目也可以做 一雞幾美 現在 每個都是這樣 是啊 是啊 其實Toronto我很fantasy 我還是很興奮 聽到的話 一會兒去Markham 吃東西 你不是冬天 冬天來到很嚴重的 很嚴重的 我來過的 我來過的 我也知道的 是啊 每年總有幾天很麻煩 其實到處都很麻煩 我們溫都說都很冷 都很黑的 現在他們現在都 越來越嚴重 你們都有選 突然間有很多 是啊 年年痛 有時候有些風暴 哦 這個 我們到底 是啊 到底 你真的想問 到底 這個好一點 這支燈真的沒有 好一點 真的沒有 多少錢 這支燈 不知道 人家幫我在 很好啊 上Amazon 哦 Feedland 不知道 USD充電 是啊 你繼續追問吧 Youtube 我想問一下 阿遠華 怎樣去找題材 因為你其實現在已經看到 監製 演員 佐渡 導演 因為我看到你的題材 真的覆蓋得很廣泛 我第一點贊成的 肯定是很重要的 要多片 另外題材也很重要 你除了生活之外 有很多 譬如 剛剛我看到 我沒有時間看完 我看到你找了你見達 說泰國那些 被人捉了去的 是啊 我也認識你見達的 是啊 很nice的 他也是 繼續跟你演話聊天 是啊 要講一下 經營youtube channel 這麼難得有一位師姐 真的 要跟他一起研究一下這件事 我不敢當 我真的不敢當 我真的不敢當 大把人比我厲害 我真的在學著 大家都是用他的心思去經營 但是首先 之前的哲理題很重要 很多人都以為做youtuber 很容易而已 開個camera 有靈感就做 沒有靈感就多睡一會 其實我看你的題材覆蓋很廣泛 其實你現在身兼 根本上就是監製、導演、助盜、買道具、出鏡 一腳踢 財政 那些 財政 那些我錢不是多 不過就OK 但是我同意一件事 就是我勤力的 就算你說剛剛訪問李建達 關於柬埔寨的知事件 被人捉了去做事 我很幸運 因為他一向住在泰國 所以他有個經歷 我又認識他 大家一拍之後 我說 二 我做了一個訪問 在媒體 那你可不可以做好嘉賓 但是我自己做很多功課 我不是坐著 躲著眼睛就問 我是做很多功課 所以我自己對於這件事 從頭到尾都很熟悉 然後我再去訪問 那就會倒肉一點 其實你片段可以出的 但可不可以看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那個哭很重要 那哭很重要的 譬如我們容許間中 好像這些Live 那樣 suddenly有個Live 是很興奮的 但是你說真的是一個專題 我是很覺得 一定要做足功課 我是做很多功課 我的嗜好就是去看東西 找資料 我看過你和林祥坤的訪問 因為也是我朋友 你不熟悉畫畫的 但我見你做足功課問那些事 你是真的了解了這個畫家的一些背景 你才去問 是啊 還有我想問一下 沒有辦法怎麼辦呢 會不會有沒有辦法的日子呢 我見你 實在天天都沒有辦法的 因為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對 很慘 有時候真的沒有嘉賓 也沒有題材 就自己做了 譬如自己開的Live 自己做一些專題 好像之前回香港3加4 那個轉了那個Skim 就是隔離的限制 那對於很多人來說 都是要隔離 但起碼都是一個新的措施 那我就立刻讀完它的資料 那我就開個Live 就跟大家解釋一下 特別我是站在海外人士的角度 就是海外人士 你回香港 你是需要有些什麼的準備 譬如你原來在Check-in 已經要下載健康申報了 你不回到他才做 那你又要準備你的隔離酒店 你又可以cancel你之前的7天了 現在變了3天 你可以refund 就是我們講了很多實際的一些資訊 給一些海外的朋友 那譬如他們看的時候 說真的有些朋友 真的未必看文字的 或者有時候文字你會過的 譬如他當下一出你看 那當然好 有時候可能我隔了兩天 我又找不到那個資料 那如果你有看我youtube的 可能一見到那個題目 你適合看的 一Click 那你就可以得到資訊 那你會說給我聽 是啦 我講完 我又回到香港 其實我又隔離過 那變成我再講一下這個措施的時候 那又講一下自己的感受 那就好像好聽一點 這些就是在我想不到題材的時候 有這樣的機會 那我就熟讀過資料 那我就立刻去開個live 嗯 那你 I'm sorry 道庭你想問什麼 我想問就是 如果你在youtube 你會是顧及的view subscribe 還是沒有想過這些事情的 只是想做好那件事 很有趣的 當你以為那個會爆 未必會爆 但是當你未必覺得是爆 的時候 他又或者會爆 因為這些很難計 很難計 但是呢 你盡心盡力去做 就必定不會差到去哪裡 但是你會不會有一個策略呢 例如出片 啊 現在不是很多youtuber出來 在這裏介紹嗎 這片要是什麼時候出 這個時候出會比較好些 長度要多少啊 十至十五分鐘 會比較好 其實也有些策略的 例如你出片 VN是比較好些的 反而我覺得 VN呢 那些人可能是有空一點 他們會看更多些 但是策略呢 那些人又說什麼 algorithm那些呢 很厲害 他們的演算法 是啊 其實我又覺得 嗯 我做了這麼久 我只覺得 總之你的片是好看的 嗯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質素了 是這麼簡單 不關你什麼 就算你的片不好看 你什麼agorithm都沒有用 是啊 怎麼計算都沒有用 因為餡是爛了就爛了 是啊 那我想問一下呢 就是你啦 一天裡面 都很多事情做 你基本上要兼顧你的 經營你的頻道 還有你的生活 你的家人 那我想知道 你應該會是一個很勤力 和一個很自律的人 我勤力 我基本上玩的時間是沒有的 就是我沒有什麼去玩 最多是有需要就去購物 比如買菜的那些 你看到的 那家人呢 都很配合 因為有時候我真的沒有空 就老公搞定 就是幫我外賣也好 或者怎樣搞定 有時候那頓飯 都會幫忙 那些兒子都很懂得做的 一看到我的直播 就會小聲一點說話 對 還有女兒很乖 他幫你拍片 他是最近這一年才認識這些 不過他都去了多倫多 但有一件事是好的 你現在做YouTube Channel 你可以和孩子們溝通 關閉了 是 因為那個 YouTube 我媽媽自己也是YouTuber 化妝搞孩子怎麼做 加些hashtag 他經常說 哎呀你這麼少有訂閱 十萬 你知道嗎 PewDiePie還多 就是那些卡機那些 人家到一千萬 這樣就是刺激我 對 你有沒有跟他說 喂 你開個Channel 你夠一千元的人 我給一千元你 哈哈 我要了 要挑戰他 他經常挑戰我 說我差 要解釋給他們 他們那一代知道 其實廣東話Channel 十萬訂閱 是很厲害的 反而我想問 你這十萬Channel 慢慢真的用你努力 儲回來 有沒有哪一段時間 因為我也有研究過 YouTuber他們的發展事 其實第一段路 每個人都辛苦 去到某一個位 幾萬 幾萬的時候 其實是開始順 在十萬裡面 哪一個位是最辛苦 八九萬那個位 是頂著不動 頂著不動 是不是通常是那個位 六七八萬的時候 那位是好像停了 停了 不動 就算訂閱人們 開始 slow down 真的有這樣的位 有 絕對有 經常有的 我偶爾 兩星期都要瓶頸的 哈哈 我不是開玩笑 因為其實人是要新鮮感 是啊 其實什麼都是 就算你製作多好看也好 你都要有新鮮感的 好像 今次我訪問Derek 杜庭豪 和王愛妖妖妖 那又有刺激了 對 有新鮮感 那些人 完全沒有想過 這兩位會出現 會和你這麼熟 對 又和我這麼熟 我們那個其實都不錯 我們已經過萬多了 是嗎 多得你 不錯 還有我看的留言 很棒 有些留言說她英俊 哈哈 美魔女 她英俊 她英俊是事實 其實你們這麼方便 每個星期製作節目都可以 對 對 對 而且我自己對Derek的興趣 除了他在這邊生活 你對我的興趣 我覺得他的專業 其中他對這裡的房地產 這個其實都挺生活的 無論租買 都知道 是一個生活的指標 所以我覺得應該訪問一下他這些方面的事情 對於香港朋友 甚至溫哥華朋友 都會有興趣 比較一下 多些交流 比較一下 我們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究竟Vancouver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是啊 Vancouver也是這樣 時間關鍵 是問你最後一條問題 你現在做YouTube Channel 快樂嗎 開心的 開心一點 沒有做YouTube Channel 你會怎樣呢 我不知道 阿仔你快樂 我會走下去 因為我現在世界很大 抓我進去那個洞 我就會覺得很痛苦 是啊 因為那個世界發展這樣的時候 你要跟著那個時代的步伐一路走 你才會令到自己 覺得感覺 其實你做電台都很開心 開心的 因為你是要 迫著自己要去接觸這個世界 所以知道很多事情 好開心到時間了 多謝阮華 我們有機會親切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先過來 要不然不知道你們有份 邦邦 Michelle 遠話我 道聽 宵遙國道 我道聽 宵遙國道 你的手 怎麼... 是不是 我 他不用擴... 你不用擴... 我